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接着给大伙聊一部印尼的恐怖片昆迪拉娜 影片一开场 炮灰蒂正在家玩摇哄车 突然他听到死去的妈咪正在喊他的名字 炮灰蒂转下白布 一面古香古色的镜子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个时候他听到他爹地胡子叔在客厅叫 中年丧妻胡子叔彻底懵逼了 一看到炮灰蒂胡子叔这气就不大一出来 如果不是为了给炮灰蒂买摇哄小汽车 他老婆也不会出车祸 心情一郁闷说说的话也没好气 炮灰蒂被胡子叔吼了几句之后 一脸懵圈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炮灰蒂正在给妈咪画像的时候 突然再次听到了妈咪的声音 当他念完镜子下面的文字后 他妈咪炮灰蒂神奇般的出现 炮灰蒂说刚才我爹地又冲我发脾气了 我都烦死了 炮灰蒂说既然在这活得这么憋屈 那不如跟着妈咪去那边过好日子 当胡子叔听到动静跑进房间 发现镜子前面有一滩血迹 炮灰蒂已经消失不见了 妇婆李大妈是个宅心仁厚的女人 老太太一共收养了五个孤儿 她们分别是小萝莉小甜甜 小卷毛小胖堆和小眼镜 李大妈平时非常的洁减 镜子烂了都不舍得坏 她执拗春花说 这烂镜子怎么能配得上您这圣旨容颜呢 我已经跟我男朋友铁锤说过了 让他给您买一面新的镜 小眼镜是个特爱学习的孩子 平时没事就喜欢研究鬼二十的 封建运进的东西 传说有一个叫昆蒂拉娜的女鬼 非常喜欢孩子 她会掳走所有想跟她一起走的孩子 天黑之后在外瞎溜达的孩子 不听父母话的孩子 特别孤独需要母爱的孩子 都是她列举的对象 据说昆蒂拉娜在怀孕的时候孩子死了 而被她掳走的这些孩子 则会取代她孩子的地位 小甜甜说 你为什么总爱看这么恐怖的书啊 小眼镜说你还小 有些事你不懂 吃妹王两妖魔怪 在现实中都是存在 由于李大妈要去美国一段日子 因此把五个孩子交给了春花来着 春花的男朋友铁锤 是电视台鬼屋栏目的主持人 自打炮灰地失踪之后 社会上的风言风语是越来越多了 胡子叔一家在住进这桩别墅之前 就传闻说这是个鬼屋啊 里面住着一位昆蒂拉娜 炮灰地的失踪更加印证了这一说法 出事之后 胡子叔也不敢在这住了 铁锤带着摄制组来这的目的 是打算拍摄一新名为 昆蒂拉娜之屋的灵异节目 铁锤正对着镜头瞎白祸的时候 炮灰地的事情突然一晃着过 与此同时 楼上也传来了不祥的声音 三个人刚打算上楼 一只黑猫突然窜了出来 把这三位全吓尿 忙活完之后 铁锤接到了春花的电话 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 镜子还没有买 他无意中一扭头 看到了门口放着的那面镜 哎呀 这不是倒霉催的 铁锤这招引狼入室 堪称是脑残阶的典范 由于镜子又脏又破 铁锤只好先放在了储藏室 李大妈跟孩子们交代完之后 坐着铁锤的面膜车前往机场 到了晚上 藏在镜子里的昆迪拉娜 开始有动静 小萝莉在刷盘子的时候 突然听到自己死去的妈咪在叫 他顺着声音来到储藏室 看到了那面象征着厄运的精度 接下来是一连串耳熟能详的下人桥转 小萝莉意识到此地不可久留 鸡马仨子聊了 转过天 几个孩子因为做游戏吵了起来 出话说要团结 不要内讧 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 坐在一块不容易 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好日子 到了后半夜 昆迪拉娜又开始跟小萝莉逗闷子 又唱又跳 把小萝莉当时就吓吊了 第二天一早 小眼镜开始跟几个孩子讲故事 小眼镜说 昆迪拉娜可以把手臂变长 还可以用指甲抓任何东西 这娘们最喜欢掳走孩子 夺走他们的灵魂 哎呀 我发现昆迪拉娜就是一夜猫子 白天睡大觉晚上吓胡闹 这回又把小眼镜给吓吊了 要杀要管你给个痛快 什么意思啊 春花说什么鬼呀诗啊 全是房间迷信 转过天 猪队友铁锤来到了李大妈家 把那面藏着昆迪拉娜的镜子 放在了李大妈的房间 由于上次铁锤拍摄的 昆迪拉娜之屋的节目效果很好 他老板决定趁热打铁来一场竞赛 谁能证明昆迪拉娜的存在 就能得到一千万一尼顿 为了防止春花和铁锤闷得密 几个孩子协同作战 不停地跟着二位倒乱 有讲竞赛这件事 很快被几个孩子知道 俗话说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几个孩子迅速开了一碰头会 最后一致决定去胡子书家里碰碰玉体 春花说我今天得去学校 你们都给我老老实实的 在家里待着哪都不许去 孩子们答应的挺好 可当春花这边前脚刚走 几个孩子便展开了行动 穿过树林探过一条小河 五个孩子来到了胡子书家 可他们在屋子里瞎悬梦了半天 也没见到昆迪拉娜 小萝莉找到了一本 关于昆迪拉娜的书 书中不仅有一张昆迪拉娜的照片 还有一段很重要的文字 大致意思是 只有能通灵的人才能召唤昆迪拉娜 小萝莉说通灵是啥意思啊 小雪猫说通灵是一种天赋啊 有这种天赋的人自己一般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 小萝莉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脑子里不断地闪现出一些奇怪的画面 几个孩子继续在屋里下流的 小萝莉突然看到了炮灰蒂的鬼魂 炮灰蒂不停地说救救我 并且还冲小萝莉展示了一张画有钉子的图画 小萝莉看了半天也不知道啥也 小胖墩正在屋里瞎悬磨的时候 炮灰蒂的遥控车撞在了他的脚上 他跟着遥控车来到一个房间 见到了传奇人物炮灰蒂 炮灰蒂把遥控车送给了小胖墩 并且向小胖墩也展示了一幅图画 眼瞅得要天黑了 几个孩子准备打烙恢复 可他们的行踪刚好被胡子叔给发现了 走到半路 小胖墩轻嚣嚣 突然被胡子叔一摁 胡子叔说你们去我家干嘛 小胖墩彻底弄全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随后胡子叔在小胖墩的包里 找到了他儿子的遥控车 胡子叔说你这个小偷跟我去拍摄桌了 小胖墩说这是你儿子送给我的 趁胡子叔不注意 小胖墩上去吭吃就是一口 然后和几个小伙伴跑回了家 小萝莉在回放铁锤的采访录像时 看到了那面古香古色的镜子 这面镜子他曾经在楚塘市里见 到了后半夜 昆蒂拉娜奈无忌谋从镜子里爬了出来 这娘们儿鲁孩子非常有针对性 那种缺乏母爱并且想念妈咪的孩子 是他的首选 因此当小甜甜说懵话叫妈妈的时候 他迫不及待地钻了出来 昆蒂拉娜变成李的妈的样子 和小甜甜抱在一起 哎呀很多人问卒哥 为什么喜欢解说恐怖片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恐怖只是他的外表 而赤裸裸的人性才是他的本质 昆蒂拉娜把小甜甜带走之后 小甜甜的尖叫声把小萝莉给搅回去了 他来到李的妈的房间 看到镜子前有小甜甜衣服上的碎片 这个时候小甜甜出现在了镜子里 镜子里是一片森林的 小甜甜说姐姐救救我 随后小萝莉和小卷毛 把专家小眼镜叫了起来 小眼镜说昆蒂拉娜通常都潜伏在树上 但有一些也会藏在镜子里 咱要对付的这回就是藏在镜子里 咱必须在周五之前把小甜甜救出来 不然就没机会了 小萝莉说那咱怎么对付这老家门呢 小眼镜说以我的经验来看 咱必须把钉子插进他的头里 但只有会通灵的人才能把它召唤出来 三个人正聊着呢 小胖堆那边出事了 他们跑过去一看呢 发现是胡子书正揪着小胖堆东方 胡子书说你们知道吗 这面镜子被诅咒过 它是昆蒂拉娜的巢穴 这个时候炮灰地出现在了镜子里 胡子书想把镜子砸了 可这面镜子比防弹玻璃来劫 胡子书不仅没把镜子给砸了 还被昆蒂拉娜给做空圈了 要说还是小卷毛煽进人意 小卷毛说这屋里太废了 不仅观众看不见 咱也看不见吧 咱把镜子给弄出去 几个孩子把镜子抬到外面 小萝莉说我们是一家人的 一定要把小甜甜给救出来 由于小萝莉有通灵的特异功能 因此昆蒂拉娜很快就从镜子里爬了出来 可遗憾的是 不仅小甜甜没救出来 小眼镜还被昆蒂拉娜给带走了 这个时候春花刚好赶到了 昆蒂拉娜猛的一发功 当时就把春花给弄蒙了 被昆蒂拉娜附身的春花看上去 显得很不友好 上去就掐住了小小猫的脖子 听到动静的铁锤也跑进了屋 一看春花这高难度的动作可吓坏了 被弄进镜子里的小眼镜说 赶快读镜划下面的经文 小萝莉读完经文之后 镜子上面的头像开始有反应 钉子掉落的同时 昆蒂拉娜被吸入了镜子里 随着小萝莉把钉子插入昆蒂拉娜的头里 小眼镜和小甜甜也被救出来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吃押心 甭管对手多强大 鼓足勇气别害怕 兄弟姐妹携起手 妖魔鬼怪全拿下